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叫做爱的生活场 爱的生活 其实我们会面对不同的场景 也会有很多的挑战 如果我们生活当中 遇到了以下三种情况 你们会如何一一化解 这个出题权 交给我们今天的代理 丈母娘 蔡明老师 你呢 约女朋友 心动的女生 定好了一个位子 把她吃饭 突然发现 有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 定虫了 那两人坐着吃饭的人 就是月亮姐姐的杨帆哥 然后接下来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三个谁先来 我先来吧 好 恶奇亚仔 你今天带我来的这个地方真好 我没想到那么火 这个位置都定上了 是的 今天是咱俩相识的第16天 所以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我网上一搜啊 这家餐厅 是全铁岭最贵的餐厅 服务员 杨先生好 您好 院女士好 杨先生太幽默了 他为了你们相识16天 专门买了一张我们餐厅的 S级的VIP 今天我们也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也有意义的套餐 请两位点餐 太好了 那我先点一杯抗米 有小米粥吗 特制的黑龙江青白山小米淘制的小米粥 给我加一点老山参好吗 好没问题 江总这边有点事请您来一趟 你先忙你的 好 两位慢用 我觉得这边的菜价好像挺贵的 对我真慷慨 是这一桌吗 您好 这个是服务员 换衣服了 不是 我不是服务员 这个是我们订的桌子 开玩笑 这是你们家啊 你订的位置 对啊 我五点的时候已经打电话向他们确认过了 他说六点的时候就是这个餐号啊 就是这个餐桌啊 巧了 我们订的也是六点啊 这是什么情况啊 服务员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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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领到我们店 我刚刚五点的时候向您打电话确认了一下 我们是订的这个号啥 我查一下 您贵姓 我姓胡 胡先生微号是 0810 810 我微号也是0810啊 我也姓胡啊 那杨先生您之前订过吗 我什么时候姓 我姓胡 你也姓胡吗 胡先生 对啊 我叫胡帆吗 嗯 您要不再查一下 这个是我们精心准备了的 我为这一天准备了很久的 真扫兴 今天是我们月月的生日 但是我非常抱歉地告诉您 就是这位是我们的SD的VIP卡的持有 应该能看得出来吧 这个气度 长期情况下呢 我们是按照先来后到定位的顺序的 但是USD的VIP卡的杨先生来了 我们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那做生意也要讲一个程序嘛 是吧 是我这边先定的 是 是我们错了 喂 您好 什么 时评82年的拉费 马上 稍等我处理一下急务马上就来 好好好 对面新开了一家饺子馆 其实也特别适合你们俩 我们在那也办了卡 提我的名 姓胡 尾号8210 那不行啊 远远她指的就是这家餐馆 我们就是要了今天来吃这一个的 我们今天也好不容易定到这个餐桌 这个事情又不是我们两个人的责任 你跟我男朋友一直说有什么用啊 你有本事跟他一看眼镜地说去 喂 我觉得您说得对 这个事都不在咱俩的一个责任 实际上是在餐厅这一边 再不说了 兄弟 我能理解 都想请自己女朋友吃顿好了 我也精心策划了很久 你也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对不对 这样 我有一个解决方案 看你同不同意 我俩吃饭速度也不慢 你要不介意呢 你俩就在这等 站在这个座 我们吃完 马上就让给你们 行吗 你俩正好顺便先看个菜单 经理 经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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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先生您好 我们五点钟的时候就订了这个菜单 然后这一边的话 我也不想和这位先生发生一个争吵 因为这确实是 您这边餐厅的一个过失 您需要做出一定的一个牺牲 来保证我们俩的一个权益 我可以带圆圆先到附近去逛一逛 我不去附近 我要吃的我所饿 要不然您两位先商量一下 我们有能尽到的义务 一定要尽 现在餐厅这么多就是这么多座 另一哪一座离开来 您必须忧心安排我们这边 没问题 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间断定的 没问题 没问题 谢谢 谢谢您的理解和包容 谢谢 谢谢 我马上 快 给我找一桌 半个小时好不好 对 这事不怪您 这事不怪您 是 猜不出了啊 好 不可信 卡 可以了 他已经解决了 夏伟和圆圆 你们已经坐在这儿了 刚坐下这二位到了 咱们找一下 好 预备 开始 请问您是刘先生吗 这是您的定位 请坐 小姐请坐 菜单是给您的定位 好 给女生 定理 杨先生您好 这六号桌吧 是 这是 这是你定的吗 对啊 这则什么情况翻台了 难道您两位也定座位了吗 对了 不是手机短信 我们都确认过了呀 但系统里面却是显示 刘先生和女士先定的这个位置 你这什么系统啊 我们在影站一直在办卡 对对对 你不是说你都是什么S级的卡了吗 对呀 再说我也没想到这么高级的餐厅 怎么还得抢座吗 刘先生 刘先生 不好意思 我向您介绍一下 这是杨先生和他的我的爱人 对 这是我们餐厅S级的VIP卡 那么 这不是S级卡吗 我查一下好像并没有 小姐 老板叫您 好嘞好嘞 我马上来 你们两位先聊 马上来 是这样的 二位不好意思呢 我跟你们解释一下 不是非要坐这个位置 是我和我太太啊 这个三十年前就在这里相识 是的 今天是我们三十年的结婚纪念日 对 如果晚上不在这里吃饭 我觉得这一天过得好麻烦 一样 是 就我们好在这里比较大 对不对 也能 对叔叔阿姨 有没有老吗 对叔叔阿姨 就是谦让一下 这不也符合我们传统的美德吗 对不对 我觉得你们一定是讲美德的五好青年 就是 不是 你看你阿姨现在最抓不住了 你看 哎呀 这怎么办 哎呀 现在不舒服 做不了这个座 哪哪都不舒服 那亲爱的 那你的意思呢 我想在这吃 我不想让 我们也是认识十周年的呢 不好意思啊 这个我女朋友也比较坚持 我还是想尊重我女朋友的意见 而且我们是先来的嘛 这个先来后到的话 我们也应该 还在您二位前面 要不您稍微等一会儿 我们快点吃吧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按照狂飙的话 你们到那一桌 好不好 吃什么算我的 我们两个人每次 只是坐这里吃 但是我建议你们别这么做 因为狂飙这个剧情 发展下去好像继续不太好 哈哈哈哈 明白 孩子你们工作也辛苦 也难得有这么一天在这吃饭 对不对 肯定不能干 对吗 是吧 是吧 好 那我们也不介意 来 服务员拼桌 好吗 那那个服务员请问一下 你们这可以拼桌吗 我们餐厅没有这个规矩 不允许拼桌 走这儿 走这儿走这儿 要看个人自己商量 只要客人允许的话 我们话不多的 我们只吃我们的 如果你们不介意拼桌 阿姨也不介意跟你们拼桌了 刘先生 杨先生 我们餐厅的老总呢 刚才说非常抱歉 导致了几位的不愉快 提供了一瓶八二牛的 好的中国的白酒 那么 两位哪边 让一下位置呢 就可以免费获赠这瓶白酒 那我们让吧 我爱喝白酒喝 哈哈哈哈 我看今天谁敢离开 坐下 年轻人就应该好好地谈一场恋爱 不要被外面的环境所干扰 还是我们让比较好 走 好 媳妇 拿酒去 就在我这里清晴去 好 看看 谢谢 第三番是 你们同时到达桌前 发现 对方怎么都订了这个桌子 好不好 咱们谁都不先坐 同时到桌子前 哎呀 媳妇真幸运 你看这餐厅就剩这一桌了 是这一桌吗 是的呀 这是什么情况 真巧 好 请问一下 服务员 行 把这个给收拾了 帮我们换套新的餐厅 我像服务员 像啊 这是不新换的工装吗 他是我男朋友 怎么像服务员了呢 男朋友就不能像服务员吗 我以前还干过厨师呢 原来你是厨师啊 我原来是厨师 现在改成顾客了 你看 我也是顾客呀 你也是顾客 幸会幸会 幸会 那这个 有 这有点手劲啊 好像是我先看到这个位置了呀 现在吃饭都留下谁先看到了 这个不是我们提前订好的吗 不是说你跟我也订好了吗 这一桌 我跟经理说得非常清楚啊 怎么说呢 我说今天下午六点半 然后我和我的女朋友过来这边吃饭 六点半过来吃饭是吗 对 不巧 我跟经理打电话说 我中午十二点半到这来吃 那您这饭点过了呀 我没吃完呢 刚才我们俩是去趟洗手间 那这桌怎么收拾得这么干净呢 对 怎么就把我们的饭给收了呢 是呢 因为他们不知道吧 那重新点吧 重新点 重新再吃一次 先生 这样好像不大合适吧 你们俩也是来吃饭是吗 对啊 那么多家餐厅呢 你们换一家吧 对面新开了一家 特别适合年轻人吃的 可以 我女朋友她就要吃这一家 就要吃这一家 嗯 这家餐厅挺贵的 阿姨跟你们说啊 像你们这个年龄 在这吃饭不太合适 挣钱都挺不容易的 这人要学会节俭 我跟你说说是因为我们结婚 三十周年才订了这家餐厅 平时我们确实是可以让给你们的 但是阿姨建议你们小年轻人 真的不要这么铺张浪费 可以带女朋友换个餐厅吃吗 为什么要这样消费呢 你们年轻人这样的消费理念 是非常不好的 首先我觉得这个吃饭吧 得讲究个先来后到 你说对了 先来后到 我们是先坐下来的 然后我们年轻 并不代表我们经济上不行啊 没说你们不行 是说年轻人要勤俭持家 瞧不起我们大爷大妈是吗 我们也有一宝啊 一宝 那叔叔你们要为您的下一代去节约这些 我们的儿女都已经很有出息 不需要我们俩再去照顾 我们现在就要把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不好意思两位 这里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吗 那两边一个问题啊 需不需要报警 问这位先生 杨先生您那边需要报警吗 报吗 没必要吧 那倪先生您那边呢 也没必要吧 游戏规则就非常简单了 这桌菜 谁点的最贵 谁点的更加饱和 点的多 我们就优先把作为提供给哪一边 我们是著名的五两商家 这什么餐厅啊 气不气人 气人 你突然觉得一下子就没有胃口了 哎呀算了算了 走吧走吧 哎 咱们一起 我跟你说对面看口味的 好 特别好吃 走 好的好的好的 咱们一起去 来来来来 好 谢谢谢谢 三个看似有点无厘头的这样的一个情景 今天恰巧在这个节目遇到了这样的场景 三位男生也用了自己的智慧 想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谁的解决方案会让我们的女嘉宾觉得更舒服 请圆圆来谈谈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三位男嘉宾都处理得很好 但是我个人偏向思考就是比较幽默 也能顺势解决问题 江老师呢 您作为那个现场的目击证人 您的感受 我的感受是这个题有点难 他们三位确实都还行 而且最关键的不是说技巧上的高低 因为这个情景不一样 最关键是他们仨都很积极 都很没护女朋友 有的时候吃点小亏 但是还是在努力地争取机会 没有放弃 其实矛盾的双方并不是你和我 对 一定是我们和商家 你是如何安排的 你要给我解决方案 在自己女朋友的面前 我觉得三位男生都已经很好的表达了自己 要聚力力争 给女朋友争取到权利 第一点给你们点赞 来听听陈教授的感受 我会看到我们的男嘉宾有非常不同的风格 首先呢我们说梓华 感觉是比较直线地在完成这个任务 比如说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交互 是梓华自己做了决定 说我带我女朋友出去散散步 但是女朋友马上表示 我不愿意散步 我饿了我就要吃 这个也显示出来 梓华其实比较缺乏经验 不知道先跟女朋友沟通 但是我不知道梓华 是不是自然地觉得很多责任 都是你来承担的 很多决定都是要你来做的 后面两位表现出来的一个风格 都是会比较听女朋友的 都会说我女朋友说如何如何 所以我要如何如何 但是小的差别呢是我们家伟 虽然平时比较安静 但是非常有保护欲 同时呢很会怼人 很机智 嗯 好 三位男生都想帮你争取权利 但是接下来要涉及到 这一轮的爱心值的分配 谁将会离开我们的现场呢 结果出来了 为什么是家伟呢 我只是更倾向于胡子华 这位嘉宾的一个处理方式 虽然处理方式比较值 但是我觉得这样没有经验的 也显得挺可爱的 哦 你看每个人看的角度 和欣赏的角度不一样 我是非常欣赏家伟的 我觉得她挺棒的 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女生在等待着你 在等待着你